小米帶我們去吃甜品 適合你啊 少女心 對 適合你啊 你也是少女嘛 小米與伯伯 好吃 娜兒 喜歡吃東西的就讚好 訂閱和專載我們啦 La V.R.O.C. 即是《玫瑰忍珍》 Elef Piaf 的一首名曲 店鋪和首歌 它一樣很浪漫 它有一個不知思理 即是法式的糕點點 賣酥皮和甜品 它最有名是這個Madelein 即是貝殼的蛋糕 不過你看到它是空空魚 即是很好買 有三種長期賣的甜品 就是檸檬撻 巧克力蛋糕 和下面的Tiramisu 這就是當日限量的 Cheese Cake 酥皮 我看到它的牛角包應該都很好吃 它們的價錢是 牛角包大概是$7 而甜品都是$15-18 你走進店後就會看到他們的廚房 一個玻璃透明的廚房 看到他們做蛋糕也挺自意的 這間店鋪有兩層 我們今天選擇了上樓上坐 因為樓下都客滿了 這間店鋪的裝修都是 逛簡約 發色少女風的 坐進來其實也挺舒服的 還有打卡位也很多的 來啦來啦 巧克力蛋糕來啦 作為健康教練的我們 當然是分享啦 因為一個這麼小的甜品 已經有8-10粒糖 和2斤的油 所以無論大人小朋友 都不適合獨享的 很有技巧地把它一分為三 因為上面的朱古力 是一個朱古力薄片 所以你要烤碎它 然後慢慢切到底 這個蛋糕是分開三層的 最上面是朱古力薄片加可可粉 中間那一層是牛奶朱古力薄片 最底層是一個朱古力 和Cereal薄片 它三層都做得非常之好 第一 它很濃的朱古力味 但是它不太甜 無論由它的朱古力薄片 去到它的朱古力底層薄片 其實都是 不太甜 而它中間的薄片 連小米不喜歡吃忌廉的人 都覺得很好吃 因為它是做到Foamy 但是不油的感覺 很多時候這種mousse 是很牛油味的 而它做到風型 和輕的效果 所以真的很好吃 我的朋友 就帶了一個甜不味的老公 糖和油 就留給那些男人了 但它的盒子 確實也挺有心思的 走的時候 看到他們在做這個Madelline Tower 我想這些是可以按預訂的 如果大家想做一個特別的蛋糕 也可以訂的 小米與花花 如果你也喜歡看我們的頻道 就分享、讚好和訂閱我們啦